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儿谈投资理财的第81集 有投资朋友问我有没有再买国内基金 我对国内基金是比较没有兴趣 不过两年前有一位退休的同事 强烈推荐我去买三支国内基金 我看了一下线图 觉得那三支可以买 我就马上下去申购了 我再下决定是很快的 觉得可以的话就马上去做 不会偷偷拉拉 也不会犹豫不决 我当时买的是哪三支国内基金 偷到现在的绩效好不好 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 第一支是安联台湾科技 从2020年2月17日开始扣的 到现在的报酬率62% 第二支是安联台湾大坝 也是2020年2月17日开始扣 现在报酬率46% 第三支是安联台湾智慧 同样是2020年2月17日开始扣 现在报酬率45% 这三支我是同一天扣款 用的是银行的零手续费专案 要绑三年赎回才不用手续费 现在还没放满三年 赎回的话手续费会倒扣回去 因为投资的金额不多 我目前也不想赎回 我本来每次都是扣3000元 后来就改成扣500元 我打算慢慢玩 超过三年再来说 给你们看这三支的绩效 只是要说我投资有多厉害 只是要给大家信心 投资是可以获利 可以赚钱的 投资不是在赌博 不要期望买了就马上能赚到钱 投资要获利是需要时间的 是要细水长流的 这个过程 是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不过只要你能耐心等待 获利的机会一定是有的 今天这一集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